白色蒸汽朝着玩偶安全帽这些很难拿去洗的东西喷 高温干式蒸汽的挂烫机除了烫衣服 噎着更主打杀菌近期很热销 不管是本土或是境外移入 所以疫情都是加剧的 我们这个月的销量跟上个月相比的话 就是大概成长两成左右 标榜经过日本检验能消灭COVID-19病毒 近期农历年除了大扫除派上用场 过年期间客人来访之后也能针对门窗沙发消毒 加上不少人领了年终奖金 荷包满满 金文元的防疫小物跟着热销 蒸汽挂烫机一台将近万把块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小资足 你也可以试试这种千元左右的防疫消毒小物 花不起大姐也能拥有防疫神器 像是紫外线杀菌棒 就能用在每天会接触的门把 或是电脑键盘等等 另外过年期间收到红包 明明的压岁钱该怎么杀菌 就业者推出紫外线杀菌盒 号称手机只超零钱 放进去照灯就能消毒 主要是透过盒子的紫外线频率 穿透纸钞 物理老师建议使用这种原理 还是要一张一张摊开 效果比较好 简单操作的防疫物品 也在年前冲一波销量 消费者他们针对这种紫外线杀菌 或是蒸汽杀菌类型的家电 或是小家电 都特别的受到青睐 所以整体的销售成绩 也就要上个月成长有两成左右 如果想要大范围环境整理 也可以趁空间没人时 打开紫外线杀菌灯 不只团购业者抢防疫商机 连锁3C卖场也搭顺风车 紫外线杀菌灯 主动侦测人体及动物 多一层安全把关 月销量也冲到近千台 消费者高规把关 居家环境 希望可以降低家人及客人 接触到病毒风险 TVBS新闻徐昏山林立台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